HELLO 大家好,我是MINGDE 今天終於在忙碌的閒暇之餘 把想做的內容錄完了 那就直接開始吧 Grand Saga 格蘭騎士團 這款遊戲蠻早期我就有關注了 兩年前我還在掛著月光雕刻室的時候 就有看到韓版內冊的消息 當時看是覺得挺有意思的樣子 韓服在去年1月26號公測 日版則是在同年的11月18號 如今也輪到了台版了 台灣的代理是青鳥虎魚 實際為中國的廣州檢閱 為阿里巴巴旗下的子公司 上架的作品有三國字戰略版 跟前陣子的三國字幻想大陸 遊戲開發商是韓國的N-Pistol 創立人是來自Netmarble的集團 在當時的代表作是七騎士 而除了本次的作品以外 該公司還有一款開發中 預計在多平台上架的時空奧德賽 看官方釋出的PP演示 是比較偏向目前主流韓系 結合中世紀的風格 這個遊戲畫面也是個超進化了 但真的很怕只是另一款天堂 或者奧丁 畢竟Grand Saga該款的營收在韓服 並不怎麼好 上個月僅350萬台幣左右 看來還是需要一款能吸睛養家的作品 而日版反倒還好 雖然上個月的營收 對比1月最好的5億日元 交斬到2億日元以下了 但日版的天堂W 目前月均也差不多在4億日元左右 以原創IP對比知名IP來說 還算是蠻厲害的 外加MO手遊在日本也並非主流 遊戲從美術跟故事觀的架構 都能看出並不是含有主打的唯美人設 反倒是有點偏向日式的奇幻幻想風 再搭配日本配音 簡直毫無違和感 開場經過一段動畫後 我們可以選三人開局 儘管放心大膽地選就好 之後都可以在1喜好調整 雖然日本的攻略有角色的排名 跟建議的配對 但文章中也有提到 有些擅長PVP 有些擅長PVE 各自擅長的領域並不同 感興趣的可以再去摸索 這裡就不展開了 3D建模方面 手機上的觀看品質蠻普通的 且某些時候這邊緣的鋸齒 真的蠻嚴重的 不過去看其他用手機玩的玩家 好像也是這樣 如果用官方的PC版應該會好上許多 扣除掉不定時會讓我分心的穿模狀況 角色是真的蠻有那味的 看得出來廠商借借人不少日式熟悉的元素 另外美術建模在某方面也蠻細緻的 看看這蝴蝶結 是一片認真的3D建模啊 該給建模師加個雞腿了 不過整體看下來 不知道是因為貼皮的材質還是色調的關係 每個人物都有奇妙的模型感 側面曲線上也沒那麼柔和 顯得有靈有角 莫非你參考的對象是柯南 所以整體看上去遠不如服裝上來的精緻 對不起 剛剛的雞腿我要先拿回來了 另外要特別提 這騎馬動作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出來 是真的在模擬騎馬奔跑的顛波之愛啊 手上現在很多款都是直接人馬合一 人省則省 而且不同人的騎馬姿勢居然還不同 廠商真的都是在奇怪的地方下功夫啊 主線劇情方面 任何的劇情對話 不管是主角團還是看起來就不重要的NPC 都有配音 跟這個毛邊的角色演出 我是不是應該改用電腦辦玩呢 另外對話中的人物演出 模型的嘴巴是會髒口閉合的 別覺得這沒什麼 很多劣質幻品 根本不想花時間去營造劇情內容 也不會在這種小細節上打磨 就連我方這戴面罩的角色 都可以看得出來 兩夾的肌肉在開合啊 這細節我是真的哭死 場景方面是標準的異世界幻想風 比起人物 周遭的場景反倒更吸引我的目光 那些整天只會偷素材 說什麼元宇宙級的MMO 整天都在宣傳自己是什麼開放世界 精美場景 結果每款點進去都只有雙手放開 且不知道重複用幾次的劣質建模 這款美術打造的世界觀還挺不錯的 遠遠看的話還是蠻宏偉的 雖然並沒有辦法探索 不過在長期移動的時候 到時候可以順便看看遠方的風景 讓我有以前玩MMO的感覺 戰鬥方面是半掛機和手動的玩法 副本打動以後 也能開啟連續的掃蕩掛機模式 平常是單人模式則依上場 副本則為多人模式1控3 技能一般就交給AI托管就好 玩家專心閃召即可 單人模式下 切換其他人出場會有個登場技 看起來挺炫炮的 再來看看這個傲嬌蘿莉妹子 這施放技能的視覺遠出 是整體帥 而多人模式下 可以透過跟隨指令來拉動隊友 用起來並不算難操作 Boss錦是蠻明顯的 而目前遇到的傷害度不高 我還沒遇到誰能一巴掌把你拍死的狀況 最多就是輸出打不過然後超死 大招會有特效演出 各種技能招式碰撞在一起 觀賞體驗直接拉滿 而且這個召喚物居然還有渲染出陰影 真的建議廠商不要在這奇妙的細節上加工了 雖然遊戲中是能組隊 但我在解任務跟關卡上 還沒遇到強制要求 或者因為戰力不夠的情況需要求救 都能靠自己依托2solo解決 而我自己玩下來如果沒有搞錯的話 他是無法靠掛金龍怪鏈等的 除非觸發任務的狀態 否則掛王打怪是沒有任何經驗收益的 這點對於不想24小時看電腦表演 只為了提升那0.01%的經驗條來說 非常的友好 日光後期我沒有玩也是因為這樣 有時候想去採集或者釣魚 都會擔心掃鏈幾% 或者因為裝備輸出不夠 被怪物砍死 白白躺了一整晚 這種以任務為導向來提升經驗的方式 我個人是挺喜歡的 想乾就乾 不乾就板爛 也跟以前玩過的MAO感覺比較類似 讓玩家可以有更多的時間探索跟交流 而不是只剩下無止性的掛王 而角色、技能、裝備等也是這遊戲的課經典之一 比喻的話 有點像是各自的專武 只是需要很多個 雖然遊戲過程中會贈送最基本的打底裝 前期也能靠免費零的鑽石和免費抽 但這些專武都需要突破 外加還有裝備跟飾品等 這課經坑真的要挖起來還是挺韓國的 整體體驗起來還是比較偏向單人化的MAO 如果以近期有開箱過有畫機加放置MAO來講 已經算是比較前端的作品了 畢竟光垃圾就佔了80%以上 另外我想吐槽一點 可不可以不要再用什麼 耗之五億萬人研發的廣告Slogan了 每次看到這種宣傳文 好感度都直接下滑 官網簡介才寫 公司目前只有530人 而且說是跨時代的作品真的有點誇大了 新聞當初不知道是不是故意還是炒新聞 是以對標原神為賣點 遙想之前不少廠商都在搞錯方向後翻車 像什麼諾洋之星跟玄宗記 個人認為單機跟MAO一直都是不同賽道的作品 單機是主打內容取向 MAO是主打社交取向 就像我曾經也聊過 幻塔也是以二次元為主的MAO 所以在不同的品項下 誰也不能成為對方也不能拿來互比 選擇任何遊戲前 先確認自己的需求 才不會跟錯方向 最後閒聊一下 上一款的影片評測中 有不少留言的見解都不錯 能理性討論 代表各位觀眾的EQ都很好 愛你所責 責你所愛 曾經也說過不少遍了 不論是從美術 例會 音樂 劇情 玩法 課金 代言人 便利性等 每一種遊戲都有屬於它的受眾 而每個人評測遊戲的權重也不同 如果你看完影片覺得胃口不對 我相信YT上有不少遊戲評測 再另外找個你喜歡的追下去就好 影片千萬不 總有一個你能靠岸的地方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C